大家好,我是薄荷 天气慢慢变热了 稍微一活动就会出汗 双脚受到汗水的影响 就非常容易出现脚臭的情况 让人十分的尴尬 脚臭的原因不在于脚本身 而是在于细菌 脚部出汗后会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中 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汗液经过细菌的氧化分解作用 而产生了臭味 这三个方法真的很有效哦 1.用茶叶泡脚 喝到的茶叶千万不要倒掉 在泡脚的时候将茶叶放进去 可以起到杀菌除臭的作用 比如喝完桑叶茶后 用作泡脚不仅可以改善脚臭 还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代谢 2.用醋泡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不要用橙醋 用米醋会好一点 泡的时候记住按摩脚部 使汗腺吸收脑醋 3.用盐泡脚 特别是盐颗粒 泡脚时用盐摩擦脚部 效果会更好哦 我们都听说过睡个美容觉这一说法 如果经常有不规律的睡眠 就会影响内分泌的代谢不完全 造成皮肤水分流失 容易导致皱纹出现 皮肤暗淡 长暗窗 黑眼圈 加重等 尤其是上完状后 情况会更糟 妆很难均匀 过度劳累 还会使身体的神经系统紊乱 长期失眠 还会导致健忘 易怒 焦虑不安等神经系统症状 沿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 内分泌失调等等 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 感染疾病的几率相应较高 所以失眠一定要好好调理 睡前摄入知名多糖类化合物 它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 可以刺激松果腺体分泌脆黑素 镇定中区神经系统 加快大脑入睡速度 提高睡眠质量 改善失眠引起的头晕 头痛 失眠乏力等 减少乳酸和自由肌的堆积 消除身体捐带感 增强免疫力 避免外来物质侵害身体 对于女性来说 子宫是身上最重要器官之一 所以女性也和我好自己的子宫 当子宫出现问题时 会有这三种表现 嘴唇可能会发黑 这就代表子宫已经受到了寒气的侵袭 但女性日经期间 一定会有腹痛的症状 所以这是女性 应及时服用一些药物 将子宫内的寒气去除 嘴唇就会变得红润 惊血也会有发黑的现象 这是因为体内的毒素 在子宫内大量的堆积 在月经来潮时 被排出体外 所以在月经期 要注意惊血的颜色 避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间 私密部位的白带会增多 味道会加重 有些人白带会呈豆腐渣的状态 尿液的味道也会加重 这代表子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引导医院进行僵硬的排查 心虽不能出门 但是运动必不可少 这档运动才能给身体带来健康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项提高自身免疫力的运动 1.健步走 健步走可以调节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每天最好持续走30分钟 不太习惯锻炼和平时很少运动的人 最初要避免运动过量 运动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 2.瑜伽 胸腺是身体内细胞免疫的中区 位于胸腔纵阁内 其主要功能是调节淋巴细胞比例 及分泌胸腺激素 使肌体保持细胞免疫功能 杀伤外来细菌等 瑜伽的许多体式和呼吸法 都有刺激胸腺的功能 通过刺激胸腺分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3.慢跑 在室外慢跑能增强体质 加强呼吸系统对气温的适应 提高抵抗力 调节血液中的白细胞 巨石细胞 淋巴细胞等比例 而且它们能吞噬人体内可能有的癌细胞 慢跑不要太快 以正常的呼吸为宜 注意要从鼻子吸气 从嘴呼气 胸腺不仅好吃 而且营养丰富 是家里肠本的食果之一 还有大量的植物纤维 它们不仅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还能增加人体分辨的体积 可以加快身体内的大便生成与排出 能让人们的便秘症状得到减轻和缓解 可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而且它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能够预防癌细胞病变 抑制癌细胞物质生成 它的抗癌作用特别明显 香草片中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肠吃可以维持体内甲纳平衡 利尿消肿 调节血压的作用 香草片中还有大量的肾食纤维 浸过后容易产生饱腹感 能起到促进肠胃蠕动 有效促进新陈代谢 每天吃两颗奇异果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把睡眠质量提高40%左右 因为奇异果里面所含有的钙和维生素C 具有稳定我们的情绪和抑制 交感神经的效果 所以吃奇异果是可以起到促进睡眠的效果 所以平时将两者放到一起吃 双管齐下 这样你还怕失眠吗 好了 最新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